所以但是這個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事情 從總體經濟面來看的話 將來如果真正是一個 就是說一旦就是說形成的 大家也非常確定的就是說 入資要進來這樣的一種狀況 那我相信那個資金草 是一波很大的一個資金草 那個一波很大的這種資金草的話 對於我們的這一些金融變數的這一些 他的走勢的這種影響 他絕對會對我們的這種產業的這種經營 會發生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今天這個只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幾天的一個經驗 讓我們見識到了 這個臺幣是會受到如此巨大的這種影響 那將來這個資金在一進一出的時候 你會看到第二個現象就是波動率 那個波動率一上升的話 這個企業的經營也是很頭痛的 所以這個你從總體經濟面來講 你可以講很多 但是至少這幾天你看到的 是一個匯率的一個大幅的一個升值 不過我謝謝院長提醒我們匯率 這個多重要了 我們來想說 幸好有央行雖然彭卓才出國 但是至少還把他拉回來 可是萬一如果這一波攻擊的資金 是比這一波的資金規模還要大好幾倍的話 我們央行還撐得住撐不住 另外我們其實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臺灣會不會步入香港的後程 我們這邊不談所謂的主權的問題 因為那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我們談的是說 包括整個入資到香港之後 對於股市 對於整個產業 以及對整體的經濟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衝擊 我們來看看橫生指數呢 從一萬五千一百六 九十六點 大幅因為入資進來之後 漲到三萬一千多點 漲了一萬六千點 但是之後又暴跌到一萬一千點 我們昨天也講 這個時候很多人賠得一塌糊塗 製造業的部分 在回歸之前香港的製造業 大概還佔總體經濟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 可是回歸之後製造業 只剩下百分之十 換句話說 這百分之三十的製造業 通通都陣亡了 但是服務業的部分 是從百分之六十大幅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換句話說 入資進來 對於香港的觀光服務 有絕對絕對的幫助 但是對製造業有絕對的傷害 再來就是說 整個香港的金融穩定 受到嚴重的衝擊 大量的港幣留在中國 就沒有跑回香港去了 企業總部的部分 以前大家都說香港 是東方的明珠 可是之後 香港回歸之後 這個東方明珠 就轉到上海去了 上海變成鑽石了 大家也沒再去管這個明珠 花旗把所謂的 中國的這個總部 移到上海去 Nike 也把整個這個總部 移到上海去 以和洋行 也從這個上市地點 從香港 以往新加坡 以及倫敦 還有香港的這個人才 大量的流失 四十歲以下的這些高 中高階主管 通通都跑到中國大陸去了 我們在想說 如果說 入資也來到台灣的話 台灣要如何才能夠避免 面臨到香港 同樣的這些問題 休息一下 那我們繼續來討論 感恩是一種心念 感恩是一種態度 感恩是一種行為 感恩是一種習慣 每週六上午十點 一連四週 六位各界名人名嘴 將和全國觀眾 進行一場空中感恩之旅 並且告訴您 許多不為人知的感恩故事 盡情鎖定公視十三頻道 新人格美學 感恩校園巡迴座談會 親愛的爸爸媽媽 你開始為家中的寶貝 規劃暑假活動了嗎 今年暑假 公視推出精彩豐富的 兒童營隊 有創意無限的卡通動畫營 多元富挑戰性的小記者營 不僅可以開拓孩子的視野 更能給寶貝們 一個難忘的成長體驗哦 歡迎回到有話說我們今天討論是 入資真的要來了 然後不只是說這兩三天的臺北股市 大幅上升所謂的大家的消息面 但是事實上經濟部已經打算要開放九十八項的這些產業 讓中國大陸的資金可以來臺灣投資 但是我們在談到說 入資在之前 在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前 其實在對香港也造成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不只是在股市在製造業 在金融體系 以及整個香港的總體經濟 都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跟影響 我們來看看到底入資對香港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兩岸的經濟關係 隨著開放的腳步越來越緊密 不過當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的同時 一旦少了中國資金的抑注 臺灣的經濟又會面對哪些衝擊 以香港來說 過去靠著兩岸中轉賺了不少錢 但在大三通之後 兩岸直航班次不斷增加 三次江城會後 松山到上海更從每週二十班增加到二十八班 就算運量多了百分之四十 票還是很難買到 上海的機票一票難求 很多人都不方便 就是要走其實訂不到 訂不到飛機票可以去 直航機票一票難求 但澳門及香港的航空公司 卻因為客人減少 紛紛推出低價機票促銷 其中澳門航空更打破了12年來的票價紀錄 這一次澳門2500是澳門航空開航 12年以來的 第一次這個價格 低過3000塊到2500塊錢的價格 另外國泰航空在2008年 也因為受到油價金融海嘯及直航後 在運量的減少 出現了高達85億港幣的巨額虧損 香港旅遊局也估計 在直航之後 今年入境香港但不過夜的台灣人士 將減少53萬人減幅高達30% 香港反而成為兩岸直航的受害者 不只香港航空業受到直航的衝擊 在引以為傲的金融服務業 也有市場分析認為香港可能會在五年內 被上海取代 面對中國經濟實力不斷的增強 兩岸間除了合作 又要如何競爭 才能維持台灣經濟的自主性 康老師我要請教你 剛剛院長也談到說 所謂的入資對於台灣 可能會造成匯率上的一個衝擊影響 但是我們也看到香港的經驗 包括說金融業的部分 包括觀光所謂的那個運輸業的部分 以及製造業的部分 也都造成一定的衝擊 之前我們在談說 可能反對所謂的大三通最利的人 不是民進黨而是香港 因為如果說大三通之後 大家就不經香港轉介了 所以那個整個香港的航運 一定會受到很大的一個衝擊 果不其然現在香港的地位越來越弱化 當然台灣跟香港整個產業結構 以及政治型態都很不一樣 我想問的是 台灣會步入香港的這些後程嗎 就是看 完全要看台灣它的定位 那麼以前就是香港 在回歸中國之後 那麼97年之後不是經濟非常差嗎 後來是因為2004年跟中國的CEPA 就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那麼彼此之間其實有一些定位上的優勢 比如說中國它有內需市場 那麼香港它有非常好的國際化的經驗 人才這些法治 所以這個中國可以透過這個 那麼去吸收香港這些國際化的經驗 所以這個也是因為這樣 那麼包括開放大陸人到香港去旅遊等等這些 所以讓香港第一個就是它的經濟地位 或者是說它的經濟特色 在某種程度上面 那麼可以發展已經發展成為 這個大中華經濟籤的一個代言人 也就是說它一度就是在20607 那麼它大概是全球 那麼在上市方面 就企業上市方面 那麼籌資最大的平台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中國的幾大銀行 像中國銀行 中國工商 中國建設在香港上市 也就是說中國怎麼去利用香港這個市場 那麼做一些leverage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在整個經驗裡面 那麼香港變成中國的一個棋子 那麼相對香港也變成這個整個經濟圈 一個有另外一個特殊定位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就是說 未來那麼臺灣的發展 那麼會跟香港有不同的定位 所以就是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臺灣在製造或者是說去跟中國 整合這個內需市場上面 那麼可能有一定的這個優勢 那麼當然在大三通裡面 那麼未來還有一塊就是 其實大家應該會看到的就是說 那麼臺商因為絕大部分都是外向型的 就兩頭在外 那麼就是說這個以往 因為就是目前還是一樣 中國是外匯管制的國家 臺灣其實就是說資金進出 是受到管制的 所以就是大部分大陸的臺商 他的資金是他的營運資金 是放在香港的 所以單次就是臺商放在香港的營運資金 以往我們都在討論 他有幾十兆的規模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 如果說臺灣跟中國更開放 或者是合作的經驗更好的話